欢迎观看经纬M300RDK教学视频 本视频将向您介绍PFD模式的使用方法 将飞行器与遥控器连接后 打开DJI Pallel App 在主界面中选择FPV画面 即可看到PFD模式的相关信息 在PFD模式中 十字图标代表飞行器机头朝向 始终位于图传正中央 两段水平线反映当前飞行器姿态 当飞行器呈水平姿态时 十字图标与水平线连成一条直线 飞行速度矢量球显示飞行器即将前往的位置 连接十字图标与速度矢量球的直线 显示飞行器将要飞往的方向 左侧列表显示飞行器当前速度、风速及风向 右侧列表显示当前飞行器相对哄点的高度 飞行器垂直速度及飞行器所处的海拔高度 感知条标识会显示飞行器在垂直方向上 对障碍物的感知状态 最远可识别飞行器上下30米内的障碍物 当飞行器探测到障碍物时 感知条会显示障碍物与飞行器之间的距离 感知条的长度会随着飞行器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减小而缩短 请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发生碰撞 画面下方的螺盘反映当前飞行器航向 以及飞行器在水平方向对障碍物的感知状态 红色箭头标识代表飞行器机头 该箭头方向固定朝上 短线为飞行速度矢量标识 短线指向代表飞行器当前的飞行方向 短线长短对应飞行器飞行速度快慢 当飞行器悬停时,短线消失 螺盘上方的数字表示飞行器机头方向与正北方向的夹角 彩色图标表示云台相机相对于飞行器机头的朝向 可在图传选择页面中查看图标对应的云台相机型号 圆盘四周的参数分别表示为激光目标点、PIN点及轰点相对于飞行器的距离 罗盘内部浅色区域表示飞行器水平四项闭上区域 深色区为闭上盲区 请勿让飞行速度矢量标识处于盲区内 当飞行器探测到障碍物时 会自动在罗盘中显示障碍物区域 请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发生碰撞 感谢您的观看